你来干啥 这不是过年了吗 然后我给家是在想过你相对难受 刚好几个人亲人家来 我给你来了是啥 咱俩啥关系啊 我要你得懂你 今天是大过年了 你跑到俺家来 你觉得合适不合适 你有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呀 我给家想过你相对确实 难受的不再聊 给家没事干 我这人真是 心里面真是不太劲 你拿着吧 我需要 你要是真想过年了 等到过完年之后再说 我会让你见 你走吧 这不欢迎你 大关系的可谁吵啊吵 没事呢 不死 哦呢 你娘好 我给你拜年了 好 咋没钱 哦 我 你过来 哎呀你再拽我 你这啥意思呀 别小意思 我那个上 我那个 这个我给闺女还没买太多东西 然后买了下买份 想着这个尿不实又能夺 然后现在 顾摸着也该穿了一会儿吧 应该不会错 我跟你说过了 我闺女我自己会养了 我不要你的东西你拿走 哎 小姨 我有啥话都直说了 我这次来其实就是 先让你回家了 不可能 我给家这段时间一直在 就是 回遗忘的事 大事小事 我也一直在牵着自己 之前就是做了很多事 确实对不停 你的那边太多了 大事小事 包括家里边人 对你的态度 尤其是在那个 你运起来的时候 我出事 然后家里边 对你太照顾不住了 我在这 代表家里边 跟你说成对不起 你们过一块儿会吧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 我是傻人 你心里情出的狠 在你生意失败的时候 在你遇到事 出事的时候 你总派勤力 是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你 一直是我在背后支撑着 但是你们是咱要对我了呀 你咱要鼓我这承诺 但是你又是咱要处理的事情 包括你家里边人 他们对我的态度 我给你的机会 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不想这样在周而复视 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我撑不住 所以没啥好说 你走吧 小姨 跟我说 走吧 小姨 我知道这需要一个过程 你像欢一样 东西 我才明天放这儿了 然后 鬼女人都用 然后我们明天再来 行吧